这一块是国家养老晚南师范基地 中国宣旨之乡 这是专门造宣旨的地方 宣旨之乡 文房赐宝嘛 离开了宣城 我们前往黄山走 老李说 离黄山只有八十多公里的路程 哎呀是哈 八十多公里的路程挺近的 再说呀还是顺道 我觉得挺好 我们就往黄山走 虽然天气不好 虽然天气不好 我还是同意了 我们还是同意了 黄山 我是第一次去 黄山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走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进入了大山里 其实呀 我们的计划里面 没有去黄山这一项 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其实黄山的风景 那是不用提的 也是不用说的 关键就是 天气 一直在下雨 不仅路还滑 不仅潮湿 路还滑 雾能见度很低 要过隧道了 老李就把车停到了这儿 他去拍风景了 我没有下车 因为呀 外面还在下得 稀稀里的小雨 嗨 我们的运气啊 不算好 赶上了这个天气 老李倒的是 黄山国家森林公园 过了这个山洞 前面就是 他要去的目的地 走到这儿 我就有点给他生气了 两人为了路线的事情 发成了分歧 我埋怨他 这个天气 不应该往这边走 可他的任性 我还不敢反对 他认准的事情 如果我不同意 他会一直记恨着 时不时啊 就翻出来 挺闹心的 看 怎么样 国家森林公园 就在眼前 其实 他就是一个林场 我下车看了看 没有进去 这里的气温挺低的 还潮湿 老李进去拍着拍景 一会儿他就出来了 我们继续赶路 看看我那两个车友 到什么地方了 我们开车 走在路边 看到了很多的这里的林房 呵呵 两位车友 就在路边停着呢 这边有个村庄 叫西潭村 这个西潭村 是黄山市 重点保护的 一个古村落 准备进去 看看 参观参观 这是我两个的车友 他们已经去村里参观去了 这个村庄 两面都是农田 有小溪 有流水 走在 往村边的路上 这就是黄山 这就是黄山脚架 这是我拿手机 多拍拍 美丽的村庄 我攻略了一下 西潭古村的背景 西潭古村 与上海市黄山茶林场 接林 具有八面半水半分田 村前有一条 蜿蜒盘旋的蒙家河 灰青古道 村村而过 这是西潭村的特产 有茶叶 有山珍 有自己炸的菜籽油 这是他们当地产的一种米 叫鲜米 这是汪市 汪家大祠堂 走出祠堂 沿着村街的小路 走过了小桥 路边的菜 长得绿油油的 热的天鹿的夜闹 人间在舞宏面笑 留一半上